现在看这边,我们说使用CSS的形式方式有三种 一个是Style,一个是Class,一个是ID 这两个我们讲过了,我们现在来讲什么ID的使用 没关系,你先不用管,我先做一遍给你看,你就懂了 首先是这样子,刚才Class的原理懂了,你这边原理也会懂 差别很小,差别很小 它差别在哪边呢,各位看着,一样我们在那个Style跟Style里面 刚才是点对不对,现在是警字号,是这样子而已 点,现在变成警字号,一样 然后呢,给他一个名称CastID01,可不可以 CastID01,就这样子,其他的一谋一样 我们也可以把刚才的语法,可以把刚才语法再call一遍进来 其实这个就是什么,CSS参数啦,我懒得打了啦 call一遍给你看,你可以自己打就这样子 有没有跟刚才一谋一样 这个你也可以这样写,你也可以像这样分开来写都没关系 好,这种写法跟上面,上面我们是把它拆开来写嘛 你也可以挤在一起写,这个也没关系 好啦,一样,那这个有了之后呢,我们这个怎么办 再call一遍给你看,再call一遍给你看 他运作的原理是一模一样的复制 好,来,黑上 那要ID干什么,先不用管 我们这边是class,对不对 class是点,点class 这边叫他什么 ID不是点 这个就要写ID ID就这样子而已 ID是这份证 本来这边是class 这边改成ID,名称改掉啊 名称改掉啊 名称改掉啊 名称改掉,他的名称是什么 testID01,对不对 testID01嘛 你记得名称要改掉呢 没有 testID01,对不对 这个是警字号 警字号,警字号就是ID 点就是class 点class,点class 点是class 警字号是ID 一样,名称给他改掉啊 所以档案,储存档案 档案,这时候呢 再跟他reload一遍 不是这一个 好,来,reload一遍,又跑出来了 对不对 这个就是ID的了 我为了怕你没有搞清楚呢 我再把它加个东西 就加个ID两个字 这样你就很清楚了 档案,储存 档案,这边再跟他reload一遍 有没有 不是按储存 还没有按储存 弄错了 档案,储存,档案 对不对 好,这个时候这边呢 有没有,ID跑出来了 对不对 就会是这样子 换句话说 他跟class一模一样 运作的原理一模一样 只是这边class 这边改成ID 名称也都要有 然后这边呢 是点 这边跟他写警字号 然后呢,一样 整个的结构都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class跟ID 那为什么要这样 我把原理讲一下 class什么叫班级 班级 所以你可以看class的内容 可以到处套着用 有没有 是不是可以到处套着用 ID叫身份证 ID只能用一次 你如果用了第二次的话 第一次的ID就会被认为无效 懂吗 那这个是因为写程式 写程式有时候 我们需要有一个定位的东西 所以基本上 你ID是我们写程式的人 常常来用的 class记起来 class可以到处套用 所以我们一般class比较多 比方中标 对不对 中标是不是有好几百个中标 所以呢,你就会用class到处套 那写程式如果需要某一个特别的定位点 我们就会用ID这比较少 但是你要懂这个原理 你要懂这个原理 这叫class跟ID 那再过来呢 这个要讲一下 如果有某一个参数 比方说字的大小 比方说字的大小 你style也有了 ID也有了 class也有了 以什么为主 它的大小材量全是这个 这个这个 这什么意思呢 我示范一遍给你看 比方说现在 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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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我们这边又有class 这边我们把class也丢进来 复制 哇 又有class 可不可以 可以 有class有ID 还有什么 还有style 三个通通有呢 三个通通有怎么办 不会死啊 来 Ctrl V K上 哇 哇 我现在三个通通有 我控制他有三个 我们来看看 我们先用字的大小来控制好不好 这个 这个是3 假设这个是3 然后呢 我们把什么 我们把那个class改成 把那个ID改成2 好不好 这是ID 那个ID改成2 大小改成2 然后呢 class最小 class改成1 改成1 改成1 有没有 我们三个参数呢 字的大小不一样 对不对 我们现在三个 有三个 好 class是2 id class是1 id id是2 但是呢 这个style是3 三个都有同样的字的大小参数 对不对 当参数同样的都有 三个撞在一起 谁当老大 style最大 懂我意思吗 如果你没有style 你是id跟class都有 id当老大 就是这样子 这就是如果同样的参数 三个都有撞在一起 它大小的决定权 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看啊 现在一定是3 3最大 所以档案 储存档案 看一下哦 掉出来了 哇有没有 这个d是2 对不对 这个地方是id是2 id没有 这边是1 那边2 这边是3 id是2 现在不见这个style是3 所以是以3的形式来处理 对不对 换句话说 你要理解 现在id也懂了 class你也懂了 你现在要学的是这一个 当id跟class你都会了 你要懂的是这一个 style 那一个形式 大于id 大于class 参数相同 决定权 的大小 是这样子一个比例大小 好 我们讲到这边